标熟啊 这个饺子塌完了 就是有点凉 没事 没事 行 太认识了 爸 你是搁哪回来的呀 上海飞回来的 搁上海飞回来的 我感觉你怎么像 从上海沿着铁道 走回来的 饿这样吗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定心饭 能一样吗 我判这钱判多少啊 是吗 但是对了 爸 咱是不是到下一环节了 行啊 饭我也吃了 这只是定心饭 那小米啊 你看你跟我儿子 那茄茄你俩打小一起长大 这就是青梅竹马 但是我儿子王小茄吧 很多优点 这些都随我 虽然他这么多的优点 这么优秀 但是礼数咱不能少啊 那个二米啊 你现在就是家长 你看看我们拿多少钱礼金 合适 啥啥 礼金 不用太早了 早 早什么早啊 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 小月 我说胡 我家的事我做 这两万块钱 改口叫爸 啥 做啥 爸 哎 好孩子 行 这怎么定啊 那是啥 后面在这 走吧 咱们仨 哎呀 不行不行 这绝对不行 咋就不行了 我们现在去登机 一会儿我们就登机 回头我们三个人 一起去上海 勇闯亭雅 哎 停停停 爸 干啥呀 抢亲呢 小月亮 过来 那媳妇 过来 啥 谁是你 哇 你不说好了 没关狠我骗你爸的呢 现在怎么又登机 又登机的 你俩太可怕了 这事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不是 怎么骗我 是这么回事 彪哥 那刚才网友谦过来 哭的可伤心的 说你要带他去上海 人家不乐意去 所以才出的这招 骗你的 谦啊 这是真的 真的 你不跟我去上海 不跟你去 不是 为什么呀 爸 我知道 你在上海那边啊 生意做得挺好 挣了点钱 日子过得也挺好 但你不觉得孤独吗 孤独啊 所以我要带着你去上海啊 你是我儿子 我孤独的时候 你可以陪着我呀 那你想了没有 我爷孤独的时候 你陪他了呢 我是要带他去 他不是一直不去吗 干啥去 去那干啥去 当着还得学上海话 他们说啥玩意儿 我们一句挺不动 标哥 这么多年 你一个人在外面闯荡 吃了不少的苦 你为的 不就是让这个家 能过得好一点吗 你看我们家 虽然谈不上富裕 可是我们一家人啊 天天在一起 我觉得 这就是幸福 行了 你们都别说了 在上海闯荡了这么些年 其实 我就是想 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一些 感谢你们今天 这个善意的谎言 让我知道 什么才是最重要 那就是家 儿子 爸 再也不逼着你 跟我一起去上海 爸走开 爸 儿子 你是好样的 在家里好好陪着爷爷 我送他 爸 我送送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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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